相离则伤 相反则道 如果两岸关系能够以九二共识做基础的话 就很容易让双方达到和平的发展 那么美国的学者也讲 两岸关系不管怎么发展 不要让中共对两岸统一感到绝望 实际上我国的宪法征修条文 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都是一开始就说 为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 或者是两岸统一前如何如何 换句话说 两岸统一是 宪法是不排除的一个选项 但是呢 你要想能够真的要统一的话 不但是方法要和平 过程也要民主 否则台湾的人是不会接受的 齐继平先生在去年十九大特别讲到 他们会尊重台湾的社会制度 跟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由民主的方式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未来来讲 我们当然不排斥统一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推动台独 同时呢也反对使用武力 这样的一个方式维持现状 对台湾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也这样的方式呢 才能够保证我们外交修兵能够继续 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丢四个国家 这个时代丢得多了一点 我八年才丢一个 那一个还不是因为中共的关系 是它自己本身的问题 对这点我们担心 简单的讲呢 我们国际关系应该还是维持 和路有日清美 在这种情况下呢 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主 共同奋斗 这是我对增加竞争力 一个良心的建议 祝福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